每天做题英语没问题 No.1 The girl blue is my sister 穿着蓝色衣服的是我的姐妹 重点是颜色 In加上颜色表示 穿着某种颜色的衣服 其实特别好理解 因为问In表示在什么什么里面 我在蓝色的衣服的里面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A选项 In No.2 Would you like cheeseburgers? 你想要一些芝士汉堡吗? 当表示建议请求 希望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时 我们要用some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C选项 No.3 My mother wants me milk 我的妈妈想让我喝牛奶 而次题的考点是 想要某人做某事 Wan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B选项 To drink No.4 Will you go to北京? A选项 How often是对频率的提问 多久一次 B选项 How often表示多久? 常用在一般将来时态中 回答用in加上一段时间 意为什么什么什么之后 而C选项 How long则表示多长时间? 最正确的答案是 B选项 你多久之后去北京 No.5 He enjoys books 他很享受读书 而enjoy是喜欢动词 直接排除BC选项 一个句子里 有切只能有一个动词 而B是动词的三单形式 C是圆形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学到的给老师一颗小信心吧 B选项